大家好,欢迎来到点亮人生,一个探索未知的频道。 早在1908年6月30日清晨,位于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河畔处,突然传来一声巨响,不仅使方圆2000公里内的数目瞬间移为平地,甚至连大洋彼岸的美国都能感觉到大地的震动。 这便是人类史上曾记载过最严重的陨石撞击地球事件,通古斯大爆炸。 而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?根据目击者的回忆,在当天上午7时左右,天空中突然伴随着异常猛烈的狂风和刺耳的噪音,之后便看到远处一颗巨大的火球拖着长长的尾巴从南向北划过天空,其所散发出的光芒甚至超过了刚刚升起的太阳。 不久后,整个大地便开始剧烈地颤动,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,天空瞬间被染成红色。 此次爆炸事件不仅推倒了约8000万棵树,附近居民的窗户几乎全部被冲击波震碎,甚至连3000公里之外的人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。 据科学家估算,此次爆炸威力相当于2000万吨TNT炸药,其所释放的能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1000倍以上。 但幸运的是,爆炸主要发生在无人居住的森林区域,如果在晚上几个小时,很可能就会直接发生在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。 届时,整个世界历史将会因此而改变。 但由于当时的武器并不先进,即便是原子弹也是之后40年才发明的,这使得科学家们怎么也想不通,到底是什么造成了如此巨大的爆炸。 为了一探究竟,于1927年,苏联矿物学家库利克带领研究团队造访这一地区。 虽然爆炸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,但其所造成的破坏却依然清晰可见。 但令人奇怪的是,方圆25公里范围内,除了一排排烧焦倒下的树木以外,并没有发现任何关于顶世坑的痕迹。 而在随后的十年时间里,该事件一直都吸引着众多科学家前去实地考察,但始终都一无所获。 最终在1945年,前苏联物理学家卡萨耶夫在根据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景象后发现,这与通古斯大爆炸的情况极为相似,并产生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。 他认为,这场爆炸很可能是由一艘访问地球的外星飞船不小心解体所导致的。 与此同时,科学界还提出一种被主流接受的陨石撞击假说。 他们认为,从外太空飞入地球的陨石速度一般在每秒10公里左右,由于在通过大气层的摩擦时,热量超过了陨石所能承受的临界点,使其在抵达通古斯地区时并没有直接拔中地面,而是在距离地面约5公里的上空爆炸,最终才导致了此次事件的发生。 虽然截止目前,依旧没有一个人能给出强有力的证据来解释其真实意义。 但令人细思极恐的是,早在2013年,同样发生在俄罗斯境内的车里亚因斯克州陨石事件,就和通古斯事件无处一辙。 同样是比太阳更为明亮的火球,同样都留下了一条划过天空的尾巴,以及同样都是在高空解体爆炸。 种种迹象表明,这两起事件似乎存在着某种关联,但可惜的是,我们或许永远都不会知道那蕴藏在其中的可怕真相。 而神秘的通古斯大爆炸,也成为了20世纪最大的未解之谜。 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,留下你们的评论和想法。 下一次,我们将继续带来更多关于未知领域的惊人揭秘。